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领受你的漠视 领受你的启示 领受你的话语 做你的出口 牧养你的羊群 带领你的羊群 主要福兴你的教会 纪念中国教会 联名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不晓得 弟兄姊妹 上学期讲到一 你们最大的心得跟学习是什么 不晓得 吴牧师有没有跟你们讲到这个专题式的讲章 topical sermon 学到什么 什么是专题 topical topical 能不能简单地说 一个专题式的讲章 它的结构是什么 最基本的特色是什么 一定会要有什么 这个讲章的结构 专题式 都学到吗 国庆 说一下这个专题式 吴牧师有提到吗 它是围绕一个主题 围绕一个主题 主题式 对 围绕一个主题式 很好 还有呢 来 陈鹿补充一下 你有啥吧 好 专题式的讲章 最大的特点 除了围绕着这个主题 还有呢 还给老师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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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过了几个礼拜 好 我想我复习一下 因为吴牧师的表达跟教导 可能每个老师不一样 像我在华神 第一个学期 第一年跟周连华牧师学讲道学 他的教导跟他的表达有一个特色 到了第二年跟沈保罗牧师在学讲道学 因为发现沈牧师又有另外一个方式 然后到了第三年 林院长说 讲道最重要 都学一年 所以第三年跟林院长学讲道学 发现每个的老师教导的一些重点方式都不一样 都有他们的优点 所以或许我就补充说明一下这个topical 当你想到专题诗讲道 你的心里的结构 你要预备这个奖章 你心里一定要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what 外号 也叫做free points sermon 一个最基本的专题式的奖章 一定要有三点 你讲完这个奖章之后 弟兄姊妹心里面一定会很清楚 解三点 解三点就是什么 what why how 比如说 你要讲一个主题 关于神的爱 the love of God 即使你的一个theme 一个主题 一个topic 你要讲神的爱 那当你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你马上就要预备你的奖章 有一个结构 what 我们当然说 what why how 所以你可以讲你的第一点 什么是神的爱 什么是神的爱 这好像我们想到 什么是父母的爱 懂吗 你又可以讲很多父母的爱 对不对 对你各方面的 无畏不至的养育 教导 供应 扶持 各方面 各方面面的表达 各方面面的表达 各方面的表达 同样 要定义 what 所以第一个face 是叫做definition 定义 什么是神的爱 所以很容易就想到什么是神的爱 对不对 但你要表达这个救赎大爱之前 通常一个自然的恩典是什么 神的什么 创造的爱 神 用他的形象样式 创造了我们 把最美好的给了我们 把他的形象样式 俗性 美德 智慧 种种的丰富 用灵气吹到亚当的里面 成为有灵的后人 而且 把万物的丰富 赐给我们 遍地买了什么 神的慈爱 神的丰富 我每次到中国 一去的餐馆 我尝尝一个感觉 哇 遍地 都满了丰富 哇 在中国的餐馆 这些各方面 现在真的是吃得太丰富了 有时候觉得他们太浪费了 哇 看到隔壁桌 他们交了十几个菜 然后看到他们走的时候 啊 只吃了几口 觉得很浪费 大家发现在中国吃饭呢 也不太能打爆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好像一打爆回去 不到几小时东西就坏了 那个油不好 可能不晓得什么东西不对 不跟美国 不一样 美国打爆回去放在冰箱 隔天两天都可以继续吃 那个菜还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在中国可能不能打爆 一打爆回去不到半天 放在冰箱也不行 非常丰富 刚才我祷告的时候 一想到中国教会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知道从二月份 很多中国教会受到逼迫 所以我们在祷告要记忆中国 好 所以你第一个定义 什么是神的爱 他创造的大爱 他救赎的大爱 让弟兄姊妹真的深深感受到神 就是爱 耶稣基督救赎的爱 他的爱激励我们 好 让我们跟随他 所以这是第一步 Defination What 为什么神会爱我们 神为什么如此地爱我们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据了神的荣耀 神看到我们的最终的灭亡 最终的痛苦 各样的苦难 今生没有任何的指望 所以神愿意降悲为人 耶稣基督道成入生 来寻找我们 甚至神 祂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 要得到父神 所拣选的这个荣耀的教会 耶稣基督喂养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第二点 Why 三 神 如何地爱我们 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 经历神的爱 这个是两方面的 How 一定要把个方法倒入 我们如何能够领受神的爱呢 能够经历神的爱呢 得到神的爱呢 How 这就是最重要的所谓 Application 如何实际的 我们要怎么去应用 如果实际地去做 What should I do 记住 当我们讲完道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目标 你的Purpose 你的整个的Sermon Go 或者说你的Response Go 你希望会中 能够个很具体的回应跟行动 Action 现在很多人听到 听到完 哇 牧师真的好精彩 天发龙凤 哇 这个故事也很精彩 讲的笑话也很好 这个新闻也很新鲜 知道一堆的东西 但是听完就怎么 一笑直至 没有任何的回应 没有任何的行动 我曾经有一年多 在生命河聚会 在那边教成人主学 也是在那个地方 认识吴长老的 我在那边教成人主学 还有讲圣灵论 吴长老哪天 刚刚从巴西过来 就参加那个聚会 就听我的课讲圣灵论 然后我们就认识 吴长老都很和睦 对圣灵的追求 后来就来了我们丰收 那我在生命河一年多 我发现刘童牧师讲到 非常重视action 会众要做的是什么 我还记得有一次 他讲到这个小组要分子 要分出去 不要永远只是一个组 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呢 他都讲小组的分子 这个是重要性 什么是小组分子 为什么要小组分子 如何小组分子 好 你讲完之后 一副招 多少的小组长 多少的组员 你们希望你们的小组 能够分子出去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三个 哇 好多小组长 举手 要一个具体的回应 就好像我们 讲不到会 到最后要怎么 要副招 一定要敢副招 让听说你们有行动 我曾经去过一些教会 差不多每次那个牧师讲到 都会有某一方面的护照 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爱主 偏下一切来跟随耶稣 有的话 弟兄姊妹举手 站起来 我为你们祝福祷告 或者牧师赋予 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 为主做见证 要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 站出来 我为你们祷告 每一堂的讲道 弟兄姊妹都会回应 都愿意举手 都愿意站起来 所以就好像 每个弟兄姊妹 就好像一部车 开到前面来 我要打 把那个轮胎灌满去 不是在立学里 听到 听完就走了 章篮里面 讲道牧羊教会 要没有弟兄姊妹 真的是在聚会里面 遇见神 懂吗 让他们真的能够 面对神的呼召 面对神的话语 能够产生一个具体的 response 回应 一个具体的action 行动 我当怎么行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all I do 今天为什么教会动不起来 因为 这个讲台 如同司令台 没有给野华的军队 弟兄姊妹 一个具体行动的 讨战跟回应 要不要打 这个朝鲜 要不要打什么地方 这个总司令要一个具体的命令 要怎么做 不是讲 我们美国的这个 这个海军有多厉害 空军有多厉害 不是只讲一身理论 要不要打 怎么打 从哪里开始 我还记得 我去韩国短孙的时候 韩国的弟兄姊妹说 当年这个盟军 这个 在韩战 的时候就在 这个港口 叫人川 港口登陆的 讲过去的历史 上在欧洲 在诺曼地登陆 这些重要的港口 军队很实际的一个行动 所以今天就为什么 没有行动 没有一个的 一个的 造气 没有一个发展 因为我们的讲台 我们的司令台 没有意向 没有行动 好像 不是讲到 就是讲讲新闻 讲讲消化 讲几句神的话 分享分享 No 讲台是很严肃的 是神要透过 牧师的口 能够把神的心意 神的信息 以教会当怎么行 透过讲台 办法出来 把这个命令分布出来 所以我们做 每一个传道人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讲台 分别为圣 我们在华盛的时候 林院长教我们讲道学 也操练我们讲道 甚至毕业讲道 对我们非常的严格 他说不可以随便乱讲 好好记事祷告 求神把信息给你 神要如何透过你向会中说话 就是你要跟神求信息 所以说非常认真地面对这个讲台 我曾经讲过了 周年黄牧师叫我们讲道学第一年 他要求我们 当你毕业最少十年 都要写奖章 一字一句都要写下来 没有一句废话 所以我常常就是引用刘童牧师 他也是我的同学 在Vasminster的时候 很早了1984年 他是读MAR 我是读THM 但是我们常常有机会见面 在西米市 他那时候住得很远 开车到学校 要差不多两个小时 很辛苦 来回一趟四个小时 真的 发现刘牧师的讲道 没有一个字 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每一句话 生是俗类 都是真的是写在心里面 所以让我们要非常严肃地 面对这个讲台 是神要透过这个讲台 向我们说话 What why how 如何经历神的爱 知取神的爱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讲到神就是爱 神什么 爱是人 甚至让他的独圣主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凡的永生 所以如何 能够知取神的爱 信 哪里这个定义 什么叫信 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 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们的人 他就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所以让每个的姊妹都能够很清楚 不是单单只是来教会 参加了木道班 或者单单受洗 单单来聚会 你跟神有没有做一个 信的一个的手续 这个手续就是什么 你愿意打开信门 接待耶稣 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来改变 假如你只是头脑的信 我信有耶稣 我信他有钉十字架 这个不够 他还是他 你还是你 你是否真的信他的名 信他是救主 为你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假如你真的信 你需要一个什么 信心的行动 接待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 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信 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 信他的名 就是还接待他的人 所以 第一 你会想到 专提式的讲兆 一定 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这个三点 三点 是最基本的 也可以是最容易的 好 所以 关于这个三点 有没有什么问题 What 第一个是定义性 Why 是属于动机性 Motivation 为什么 为什么 比如说 你要讲到 刚才讲到神的爱 或许你要讲爱人 什么是爱人 为什么要爱人 如何爱人 Why 第二点 常常是给慧众一个Motivation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要讲传福音 什么是福音 为什么要传福音 如何传福音 你看到吗 你能够一抓那个尊 你就 围绕这些三点 What why how 在每一点里面 有定义说明 然后再有例子 那你这个讲章 就不会东讲西讲 今天很多的传练的讲章 都是东讲西讲 没有次序 没有组织 所以听完之后 大家也忘了 所以记住 你不会别的的方式 最少要抓住这个3 point 我还好 可以吗 我还好 那么第二方面 这个专题诗的讲章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刚才国经提到的 围绕着这个专题 这是你的专题的题目 你能够在各方面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专题 比如说 你要讲这个爱 所以你要讲爱这个题目 你可以围绕着 爱的源头 跟着你讲爱的伟大 第三 你讲爱的字曲 第四 你可以讲爱的活出 你懂吗 你可以从四个逻辑的角度 或者甚至五个不同的角度 就不一定那么死板的 我还好我还好 懂吗 这个叫面面式的专题诗讲道 你从四个不同的面 或者五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专题 爱的源头 爱的伟大 爱的字曲 爱的活出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看到吗 所以你就祷告 求神感动你 用什么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这个分题 来说明这个爱 懂吗 所以同样的 传福音 你要讲传福音 你要讲传福音 你可以讲 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 传福音的重要性 传福音与教会复兴 用四个不同的角度 来讲传福音 来讲传福音 就是这个 这个主题 抓到一点吧 有没有问题 所以专题诗 基本上用两种的表达 三个 第一个 第二个是面面观 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不晓得有没有综合到 你们上学期所学的一些重点 好 讲那个 讲几点 对 所以你发现 你的分题 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分题 三点 就是最典型的 就是三点 我玩好 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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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机 有行动 最要求的就是最后一点 你的行动 要求挥众行动 要求对兄 可以甚至举手回应 你要不要得着圣灵充满 你要不要得着圣灵的恩赐 你要不要得着 这个突破的恩高 每个人要突破恩高 上一段时间我知道 你不是想突破恩高 要丢子妹 真的能够遇见神 面对神的一个challenge 你要不要 你的行动是什么 要有action response action 所以基本上不要太多分点 你一讲到五六个分点 大家就乱了 我们的记忆大概三个点就够了 我外号 然后说明什么是what 什么是why 什么是为什么 它的重要性 然后举一两个例子 就够了 不要讲超过四点 超过四点就太多了 那想问问弟兄姊妹 上几个礼拜 王永旭牧师的最四礼拜 有趣的举手一下 不错啊 也有大概三分一弟兄姊妹 王牧师也有趣 走到他的车去 还记得孙约翰牧师讲到的题目吗 还记得吗 还记得他的奖章的大概的结构吗 我翻节圣经 在启示录 当天 孙约翰牧师 用启示录十四章 十二节 十三节 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 他应该是用十二或十三节的 我们来 其实十四章 chapter fourteen 十四章 你发现当天的讲道 虽然长了一点 但是弟兄姊妹不觉得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的结构 他用了一个叫 经文师的讲章 的结构 text sermon 我们等一下再做个简单的定义 那我们这个学习呢 会把重点放在 如何用解经式的讲章 解经式的讲章 所以要求你们 都看神保罗牧师的那本 解经式讲章的书 你们看看你们的讲义 要求把这本书要看完 其实神保罗牧师一生 教导解经式讲道的一个精华 这本书 所以鼓励大家第一个礼拜 就开始读了 要起跑了 那么我们来读启示录 我们还有点时间 启示录十四章一同来 我们读十二到十三节一同来 谁 我听见 他们识了这个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好 那么韩基德 孙约翰牧师 用这两节圣经 它的主题是什么 它的Theme是什么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记得这首歌吗 有福的确识 有福的确识 孙约翰牧师就抓住了这两节圣经的一个Theme 当你 要用一两节圣经 讲道的时候 你要在这一两节圣经里面 找到它的主题 它的Theme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这两节圣经的那个主题 是在十二节的中间 有福的 有福了 有福了 Blessed 这好像诗篇我们上周期讲到 诗篇的总共一百五十篇 第一章第一节最开始的第一个字 是Blessed 是Blessed 有福的 我们和尔本 把那秩序弄错了 是Blessed 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能够得着神的一切的恩典福分 Blessed 所以我在基谬里 有时候看到我的基谬赛给你们 我最后就用一个Blessed 蒙福的 祝福你 Blessed 所以当天孙牧师 他讲的这个免利的信息 就是有福的 王永兴牧师是有福的 然后他就围绕着这个Theme 用了三个分体 围绕着这个Theme 这个主题 还记得吗 路加还记得吗 第一个分体他讲什么 记不得了 不行了 你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当时就快快把它写下来 因为其实是实际的 孙约翰牧师 他是圣道堂的创办人 在加劳大就好几个分堂 在西雅图也有他们的分堂 老人家 我想他现在也八十几岁了 一生真的被神大大的使用 就是因为他的讲道 他跟神保罗牧师是同俗同门 师兄弟 所以我一听他讲 怎么完全就是神保罗牧师的那种 讲道的结构跟风范语气 他们原来都是属于季智文那个系统 圣道儿童之家 这个系统出来的 但是孙牧师去了加拿大发展 那孙牧师都在美国跟亚洲的神学院教学 但他们两位是师兄弟 当天孙牧师的分题 第一 有福的确据 写下来 有福的确据 第二个分题 有福的内容 你看到吗 没有离开有福啊 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内容 有福的什么 条件 三个分题 围绕着 blest 有福 所以他第一个分题 网绕去牧师安息了 他是个有福的人 怎么知道 这个有福的确据在哪里 所以他就 你要记住 你用经文诗讲章 每一个分题里面的小点 跟证明内容 都要在两节圣经里面 不像专题 你可以 在整本圣经 不同的地方去找说明跟词词 大家记住啊 经文诗讲章 一定是你所有的解经 所有的说明 的小分题 小点 一定要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找 所以让弟兄姊妹 整个focus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从方方面面 来看这两节的经文 所以 这个确据的来由是什么 这个有福确据的来由是什么 你看看圣经这么说 特别在十二节 我听见什么 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所以这是一个天上 从神来的算告 这个有福的确据 是从天上来的一个算告 而且什么 写下来 如同圣经 写下来 是神一个非常确实的应许 写下来 是有根有据 是神的应许 不但是 从上面来的声音 从神来的一个算告 而且 那么确实的是 一个应许写下来 下面还怎么说啊 在十二节的第二句 圣灵说 什么 是的 圣灵也什么 盖印 阿门 圣灵也说 对 是 是有福的 结在主里面 死的这些人 是有福的 他们能够为主的真道 坚韧到底 这些人是有福的 圣灵也概念 所以你发现 结果两个小点 的支持是在什么 是在圣经里面印出来 但是你要说明 这些两个小点 你就可以跳出去 引用 别的地方的经文 来支持 是有福的 这是神写下来的 是神的应许 那你就可以让弟兄姊妹 对这个神的应许更有信心 你就会引用 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你需要有些别的经文 来支持你这个说法 但是你这个基本说法 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的 四十六章十一节 好 早上我们来读十一节 我招 从东方来 到哪成就我仇专的人 从远方来 我已说出 也必成就 我已谋定 也必做成 所以神所说的 神所应许的 必定什么 成就 必定算数 神的话不像人的话 人的话常常不算数 但是神的话 是确定的 是必定成就的 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 都是什么 都是是的 不会是是非非的 不是只是一个可能而已 是一个确实 神的应许 神所说的 一定是什么 成就 所以说鼓励弟兄姊妹 能够对神的应许 对神的话语 能够完全的信靠 耶稣给我们大使命 你去传福音 使人做主的门徒 神应许什么 无论你往哪里去 必与你同在 哇 鼓励兄 你老远都发连来到这里 神应许 无论你去到哪里 神都什么 与你同在 神的同在就是神的供应 就是神的保护 就如同神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进旷野 进渣栏 每一步 神都与王牧师同在 你们 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就尽力神的应许 尽力神的丰富 所以这是第一个小点 你可以引入别的一些经文 来支持你这个小点 但是记住 你这个小点 一定要从经文里面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引出来 懂吗 不能够 讲到有福的缺据 你就一下子跳到以赛亚书去 跳得太快 要先站稳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找出你的根据 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 所以解释 有福的缺据 圣灵也说是的 解释圣灵的什么 盖印 我们再看圣灵的盖印 一幅所书第一章 你这里就会跳到一幅所书去了 一幅所书第一章 看圣灵 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盖印 也在神的应许里面盖印 第一章十三节一同来 谁 见真理的道 解释圣灵 of the Holy Spirit 当我们信主的人 圣灵的内注同时 圣灵的内注 如同一个圣灵的印记 印在我们的圣灵里面 能够保证我们 是属于神的 就好像这本书 你盖了你的印章 你的印记 就证明什么 这个书属于你的 我们是永远属于圣灵的 神会保守我们 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同样 神的应许 每一个应许 神的每一句话 圣灵都会印证 都会放一个印记在上面 就好像一个君王 翻不出去的一个的文告 君王打了他的这个 这个戒指的印章上去 那截封文书 就是带着权柄的 截封文书 被传递到哪里 像中国说圣子道 大家都要接受的 有皇帝的玉塞印记在上面 神的应许 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圣灵都会打一个印记在上面 当你读到这句话 圣灵同时也会在你心里面感动你 印证就是神的话 所以这些圣灵的印记 表示是确确实实的 是可靠的 是真实的 是有权柄的 是有能力的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 死了的人 是有福的 是何等的有福 是确确实实的 第二 有福的内容 有福的内容 在启示识十四章十二十三节 提到两个点 看到这两点吗 永远要回到你的经文里面 去找你的内容 第一个有福的内容是什么 看到吗 在十三节的后面 他们什么 吸了自己的劳苦 的确我们在地上 劳苦愁烦 甚至肉体的劳苦 肉体的软弱 各样的劳苦 甚至在神国度里面 各样施工的劳苦 你看保罗的一生 甚至被人鞭打 被人监禁 各样的劳苦 各样的禁食 各样的勤劳 各样的劳苦 在主里面 死了的人 有福了 他们得主了完全的安息 这种的安息 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 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讲的 是何等有福的 一个安息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第一章二十三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你发现吗 在主里面死了的人 保罗在这里 见证是什么 是与主同在 好的无比 人的 西了地上的劳苦 一切的 事丰的 一些的重担 需要 肉体 脏膨的软弱 各方面的 几色的软弱 放下了 然后 在主里面 什么 好的无比啊 二十一号 全世界都震惊 我们所敬爱的那个 比利克莱姆 格培里 我叫格里汉 于是 九十九岁 被主结局了 他侍奉了 足多少年 六十年 六十年 一个 一个假旨的侍奉 巴不得 上来我们也能够 可以侍奉最少六十年 我们就够本了 哈利路亚对不对 感谢神 我现在已经侍奉了三十五年了 在汉州标杆直跑 还有二十五年 够本了 比利克莱姆斯 最有名的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 有一天 当你们看不见我 我不在了 千万不要以为 我真的不在 我只是换了个什么 地址 讲得真幽默 只是换了个地址 搬到天堂去而已了 我没有真的死去 这如同 马丁路德 对死亡的一句话 他说 我不惧怕死亡 因为死亡 只是通往 永生的一扇门 只是个门 过一个门而已 所以 真的我们看到 格里哈姆斯 吸了他地上的脑口 特别他晚年 肉体的软弱 有这个 佩根森 他手会抖的 脚会抖的 但是 他每一次站上讲台 好像都换了一个人 手也不抖 脚也不抖 他最后一次的讲到 记得吗 是2005还是2015 我忘了 他有一个报告 有没有记得吗 2015 啊 06 我记得05 06 那个时候其实他身体也很不好的 但是每一次他站上讲台了 就好像真的是被神的话充满 被神的灵浇灌 就生龙活虎的了 他一下了讲台 他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所以 这个肉体的帐篷 是一个劳苦 能够吸了我们的劳苦 我们脱去这个肉体的这个 帐篷的这个败坏 如同 格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五章 怎么样 旧金山今天是堵车啊 好 let go 也是庞庭圣啊 没问题 OK 过来的后书 第五章 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 读到第四节 我们现在几分钟 一同来第一节 我们原 我们说街上的帐篷 们坐在石面外 我的载子 是于了 我们特地從中途到 ien 可以 我们从 Aquí herente 得藏 我 和 in 带 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 叹息劳苦 在这个肉体的帐篷 在这个肉体的身体 真的你到可能七十岁八十岁 我们看到唐人弟兄身体还很好 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到七十岁身体就不行了 这个肉体的帐篷会被毁坏的 我最近的身体也发现不好了 感谢神 赵医师刚刚都从中来 给我开了几个中药 吃了两副 觉得真的身体好像各方面又能够恢复过来了 我们这个肉体的帐篷各样的问题 但是感谢神 有一天神把你借去 吸了地上的什么 劳苦 所以各方面的劳苦 肉体身体的软弱的劳苦 事工的劳苦 各样的事工 劳苦放下来了 但是更奇妙的内容呢 这个有福的内容是 做工的果效 什么 随着你 做工的果效 随着你 我们一同翻了 前书第三章第八节 你在主里面所做的工 不是突然的 我们翻了过你前书 第三章第八节 好 找到明天来读 好 找到明天来读 你做的工 你的工夫是什么 会有赏赏的 假如你不做工 零做工 零赏识 你没有做工的果效 赏识随着你 这个有福的内容就是 你在主里面所做的工 这个果效 这个赏识 什么 会随着你 神会照着你所做的工夫 来审判 来赏识 所以 那天孙牧师说 王有姓牧师一生 做了许多神的事工 最开始在Detroit 创办了什么 中信杂志 到现在这个杂志 还带领了许多人信助 然后 第二阶段 华府会 要鼓励全世界的华人教会 在这个平台里面 这个华府会的平台里面 每五年一次 全世界华人教会的大聚集 这个平台里面 一同交通祷告 分享 鼓励 主内一家 过去中国教会是 散沙中的散沙 但是 透过这个华府会的平台 大家共聚一趟 我也去了好几次 这个华府会 然后第三阶段 王有姓牧师的 施工是什么 办大使命中心 自己去酸缴 拆败算教 是谁去酸缴 然后最重要是 每个月 他们所 所 所 印出来的 大使命的那个 杂志 把这个 猜拳的信息 方方面面的 介绍给中国教会 哎呀 最近都收不到 这个大使命杂志 很可惜啊 关门嘛 人去流空啊 所以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要接上去啊 很可惜我们传海外那么多的教会 包括中国的教会 都会通过网站看到这个大使命的杂志 这个唯一一份最有分量的酸缴的内容的杂志 没有了 他老人家 没有办法再做了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不到接棒就停掉了 很可惜 但是 真的他的老婆人 医生所做的各样的事工 做工的果效 怎么 谁叫他 解释一个赏识的果效 所以包括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解释有福的内容 不但吸了地上的劳苦 在主里面安息了 与主同在好的无比 等候复活 同时 这个果效 赏识会随着他 第三 有福的条件 如何成为这样一个有福的人呢 能够得到这些的福分呢 你发现 第一 圣经提到什么 是在主里面 in Christ 在主里面 不是 在世界里面 在主里面表示他 完全的为主而活 为主而死 就是叫完全在主里面 没有任何的世界 没有任何的私益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在主里面 我们翻到观灵的后书 五章十五节 到这个说明小点的时候 就可以跳出去了 明后 第五章 我们只看第五章十五节 其中来 十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来 是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 的主而活 什么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 表示他在主里面 完全为主而活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什么 基督 结交代在主里面 不是在老我里面 不是在世界里面 来打滚 来活 在主里面 第二 十二节 启示录 十四章十二节 我们再看看十二节 第二个有福的条件 圣徒的忍耐在此 他们是什么 守神诫命 和耶稣真道的人 他是一个守道行道的人 而且是在任何的难处 逼迫当中 还坚持忍耐 坚守主的道 真的今天我们中国教会 面临新的一波的逼迫 还能教会受到各样的难处 甚至在公开的教会 上礼拜有一个弟兄 给我一个照片 我也传给大家了 居然在这个大教堂的门口 写了个什么告示 还记得吗 我传给你们 十八岁以下的青年 不能进去 其实这是老调重谈 早都是在十几年前的 十九号文件都已经讲明了 三支教会 不可以允许有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 参与教会 只是一直以来没有执行 现在居然开始执行了 在教头门口放了个告示 十八岁的年轻人不能进去 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去执行 每一个人要看身份证呢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了 还是凭感觉 你是小孩啊 你不能进来 这个很可怕的一个逼迫 但是神应许 我们忍耐到底的 我们坚持到底的 忍耐守主的道的 我们逼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坚守主的道 无人能面对任何的逼迫 任何的难处 我们还是谨守神的大使命 神的大使命 没有说去 只是给十八岁以上的人传福音 没有这样说 神的心意是要让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拼命的啥种 我们不敢论断 神如何动工 神如何拣选 但是我们拼命的啥种 像这个 不永康就做见证 他九岁的时候 就清楚从生得救了 而且一清楚从生得救 神都给他看到异象 一个字 Africa 他都不懂什么是Africa 后来他才懂 神要差一杯他去非洲 从九岁得救 做庆祝神的呼召 不能等到十八岁以后才跟他传福音 失去整个一代了 所以要我们坚守 主的大使命 坚守神的道 好 所以解释当天 孙约翰牧师 在王永庆牧师的最次礼拜的一个信息 重点就是围绕这三个 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内容 有福的条件 所以弟兄姊妹 这些传道人在下面 当天是我们湾区的圣会 不但是我们湾区 快两百个牧师 还有别州的 我也碰到一个多年没见的一个牧师 他从德州赶过来 他以前是在第五家做传道的 碰到不同的各州 从加拿大赶来的牧师 当天坐满了 能不能估计到多少人 可能会靠近他 最少五百以上 可能八百人 我想里面大部分都是牧师传道 太好了 让每个牧师听一听 一个完整的讲章 是这种的清楚的结构 不是站上讲台 就是讲新闻 讲笑话 讲讲故事 不是不是 让神的报 真的是清清楚楚的 有根有基的 砸到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所以难怪 孙牧师所牧养的教会 高举的是什么 圣道 叫圣道堂 教会在加拿大发展得很好的 好几个分堂 所以将来你们能够好好的讲道 不怕教会不发展 我告诉你 今天多少的羊群 很可怜 找不到教会得草吃 或者有些教会 哇 金牌扎兵很活泼 跳完 这个讲道 讲预言 甚至在中国教会 我还听说有些极敦的能安派 方言讲道 一个人站上去 啪啪啪啪 讲完 他就翻 他说也不需要打开圣经的 叫方言讲道 我还吓得 不高举圣经的 连圣经都不需要打开的 那你说教会还有前途吗 就是 当然只有敬拜赞美 我也听过几个牧师 他们去到香港那个特会 回家聚会 哇 在那边唱 没有把这个时代重要的信息 或者这个时代 教会面临的 讨战 异端 问题 能够教导出来 让中国教会可以提防 中国教会怎么可以回应 这个牧养教会的 这个方向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什么都没讲 哎呀 实际很可惜 站在你们牧养教会 真的好好把神的message 神的心意 圣经的真理 好好教导弟兄姊妹 每一个讲台的聚会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一个很活的见证 看到孙老牧师 可能下次不久 也是他的最四礼拜了 一代一代都过去了 你八十几岁也就 最多就是 比利克林99岁 感谢神的 比利克林的瘦数 跟零到量一样 我们华盛德同学 到当林院长99岁的时候 我们在加州都开始筹备了 如何能够庆祝林院长 100岁的大寿 结果就是差了一年 99岁也被绝结去了